嘿,我是阿土,好久不见 我这一期的装发和背景跟上期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我一次录了两期的视频 这一期视频呢,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怎么从一个英语小白进阶成为用英语在讲台上讲课的中文老师的 首先呢,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小学的时候呢,是几乎没有学过英语的 直到小学六年级,我也只知道英语26个字母 也没有办法自己make a sentence 所以到我初中的时候,就从小镇里搬到城市里去上学了 全班同学出了我一关,是全班同学 他们是至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 也有一些同学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了 我跟他们的程度相差特别大 当时学英语确实还蛮痛苦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基础了 老师讲课也特别快 到我初三的时候我才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补习英语 高中的时候呢,我进入到一个类似于国际班吧 但是我们这个班主要是跟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所高中合作 我们一边上国内的高中课程,一边上澳大利亚的高中课程 在我高三的时候呢,参加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高考,高考分数还不错 就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大学,然后来澳大利亚学习 因为我们用的是澳大利亚的高考分数申请的 所以对亚思的英语要求不是很高 亚思只是为了申请学生签证吧 我们进入大学是不需要亚思成绩的 所以我的亚思成绩也是刚好可以过,可以达到学生签证的人的一个状况 大一开学第一天的机会整个人是崩溃的 因为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首先是因为自己的机会太差 第二个呢,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数理化 但是呢,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我学的是商科完全不同的科目 专业词汇也不同,商科方式也不同 然后老师讲课也听不懂,书也看不懂 当然一学期花了挺多时间在看书本的不懂的单词 全部用有道词点查出来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低效率的板索的工作 因为其实很多章节是不用看的 但是为了体现自己很好学习 每天花20个小时在读书 但是最后我还是挂了两个课 虽然有英文课呢,老师还蛮同情我的 就给我过了,但是另外一本课就差一分 可以pass,但是那个老师说就是不能给你过 成绩就是不行了 到第二个学期呢,慢慢开始摸索着我要怎么去学习了 英语确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首先自己真的英语基础差,听这种别人讲话 第二呢,自己的性格就是即使在华人圈子里 我也是比较少说话,就几乎不说话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就挺害怕去跟别人讲话 哪怕是跟同伴的中国同学,我也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就这样过去了一年 第二年又是就不知道怎么就过去到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呢 然后认识了一群读education的同学 他们说学校里有education的专业 毕业以后可以在澳洲当老师 因为家人很多是当老师的 所以从小都挺县我读师范大学的那些哥哥姐姐们 所以我想说我们黑大老师挺好的 我以后也不想成为会计这个专业太麻烦了 所以呢我就从商科转到了教育专业 但是教育专业的英语要求非常高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英语是有多么的重要的 对,我第二年结束 第三年开始读的时候我才知道英语有多重要 但是我那个时候英语还是不行 你教育专业的话 你除了每天有写不完的NZ以外 还要做无数的presentation 还有无数的group discussion 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慢慢摸索自己的学英语的方法 我不是一个喜欢背单词的人 然后又不是一个很social的人 不喜欢看美剧 不会听英文歌了 我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有了iPhone手机 才装了有道词点可以随时随地查台词 这五点让我的学英语的路变得更加的艰难 反正经过一系列的磕磕磕磕磕以后呢 我总结出来的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学英语的方法 现在分享给大家对这里才是正片 最重要的地方 大家可以拿出小本子开始记下来了 首先我喜欢看电视 而且我比较喜欢看科技类的节目 所以呢我就在网上搜索科技类的比如说 TED Education类似的视频 它下面是没有那个subtitle的 需要听 那因为在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画面 有演讲者的神态动作跟观众的互动 所以我大概去猜它在讲什么 但是一个视频我至少要看十次以上 我才能大概知道它在讲这个东西 第二点呢就是去听老师上课的录音 像很多lecture上课的时候 他们是有录音的 在学校官网上就可以搜得到 如果你的学校没有这个录音功能的话呢 可以拿一支录音笔去录 第三个就是我来澳洲那么多年 基本上都是做公共交通 如果人很多很草 草杂的情况下我几乎是不带耳机体音乐的 大多情况下在听别人是怎么聊天的 有的时候是听别人是怎么打电话的 他们的这种在生活中的日常对话 才是真正的英文中最地道的英文表达 比如说两个高中小姑娘怎么在讲八卦 有一个穿着很OL服装的女士 是怎么很优雅的跟她的客户聊天 两个老奶奶在聊非常家常的东西 她们用的是怎样的语句 怎样的单词 很多单词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 完全用很准确的中文翻译 来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她在日常生活中 在什么情况下用它是对的 第三点的话呢我喜欢听广播 iPhone呢自带一个叫卧客的一个APP 看得到吗 这个APP里可以免费下载非常非常多的 有意思的广播 在出行的时候 摔下洗脸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听这个英文广播 另外一个比较好用的APP是这个 叫每日英语听力 在这里面有全世界的 比较有名的好玩的英文广播 也有一些视频 也有一些课程 基本上是免费的 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听就好了 在这个APP里 喜马拉雅的APP里 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英文博主 大家可以听一下他们的英文翻译 怎么练习 然后也会分享一些learning tips 我就不记得我讲到第几点了 经常follow我video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 其实很多的日常绘画 我是跟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学来的 比如说学校里面常用的一些discipline的语言 比如说follow my instruction shut down the door shut down your laptop catch up之类的 这些单词对很多很英语很厉害的大神来说 是真的非常简单 但是对我来说是 我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所以呢是在日常生活交流中学来的 另外一个学英语比较好用的方法 是出去跟人聊天 但是我比较害羞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大学里面可以参加一些英文社团 或者说任何可以讲英文的社团 跟不同的人去交流 读研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分享过另外一个中国姑娘学英文的方法 在产品外包装上都会有厂家的联系电话 那这个姑娘每次去超市 就会拍这些厂家的电话回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打电话过去 一般这些客服都是非常清闲的 基本上没有人会打这个电话 他就打电话问那个人说 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现在英文很不好 你有时间跟我聊天 他那一年的时间带了无数的这样的电话 跟人聊天 把英文脸的溜溜的 如果你是刚到国外的留学生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去找人聊天 打电话聊天真的是提到英文非常快的一个方式 怎么开口打电话 大家可以看我的另外一支视频 怎么用英文打电话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假期 我希望我可以在假期里面多多的更新视频 下个学期的话 我会从周一到周日都要上课 所以会非常非常的好 我也希望我已经回答了所有给我留言 给我私信的小伙伴的信息 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回复你的话 请多发我几条私信让我看到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